近日有国外网友通过海外社交平台 对韩国知名女子组和Blackpink成员Lisa进行死亡威胁 该网友称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武器 还在推卫中表示 一旦Blackpink有了回归舞台 我就要设计Lisa 你终于可以和你的偏见说再见了 因为这将是你最后一次看见她的丑脸 不仅如此 黑粉还挂出了一张墓碑的图片 上面披着Lisa的照片 Lisa的粉丝后援会已经采取紧急应对措施 号召粉丝一起去外网联系 泰国驻韩大使馆以及YG公司 据悉这已经不是南韩艺人第一次遭受死亡威胁 网友纷纷表示 我天太疯狂了 公司的安保措施一定要做好 国外的安提犯真是一次两次刷新三观 不论如何保护好艺人安全 不论翻译